如果希望把一樣的結果 比如說剛剛有篩選業務 如果我希望篩選產業別 篩選產品 篩選客戶名稱的話 那其實就真的 程式不用重寫 很簡單 你就打開你的Visual Basic 剛剛寫完的東西怎麼樣 直接複製貼上應該會 但是你要知道頭尾 這歷來我們寫過最長的程式 不過一半以上都是錄製的 錄製完再加三個房呆 就是我們現在寫完的 其實你可以不用重寫 你可以把從頭到尾複製貼上 然後把它改成什麼 篩選 比如說我希望再產生一個 這個低欄的產業別 那我可以篩選產業別 可是問題來了 這邊可能要把什麼 只要看到業務就把它改成 產業別名稱 第一個改 OK 然後再來就產業 產業別名稱 這邊也是一樣 產業別名稱 所以你貼上之後的話 基本上應該都不太需要改什麼地方 大概就是把名稱的部分改一改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很重要 一定要改 如果沒改也會發生錯 我在哪裡呢 這個怎麼樣 改成4就好了 OK然後其他的話呢 應該這邊下往下 還要不要改 不用改完了 篩選產業別我們看看會成功了 再把這個按鈕複製一下 把它貼上貼到底下 這個按右鍵喔 再指定什麼呢 篩選產業別 試一下我要找什麼 找金融業好了 現在金融業很多都已經把VBA當成是這個入門的基本專業技能 很多金融業保險業也是一樣 因為如果你有這項專長的話 其實在分析資料就很簡單 因為金融業產生的資料量有時候更大 那你要篩選出正確的能夠讓你做出你要的報表 讓你將來做決策或者讓主管做決策的話 其實是非常有必要的 然後金融按確定之後的話 看一下有沒有結果 其實我什麼事沒有做很多嘛 複製貼上改一下 最重要是Fill的改成4喔 其他應該沒改 我看一下金融業有沒有成功 成功了有沒有 金融業就出來了 房貸要不要呢 房貸 不過你可能還要思考 再來就是產業比OK的 再來什麼產品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複製貼上 所以自己在產生什麼 在篩選 產品 那可是數字的可能規則不一樣 日期規則也不一樣 那 那個 客戶名稱也可以 所以只要是文字類的 通通都可以依法炮製 然後呢 做完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各個欄位的 這個 查詢條件 那同樣的呢 你也可以怎麼樣呢 把類似的方法 用在哪裡呢 用在那個 我們 實價登錄這個範例 你可以在 雲端上面 有沒有 我是把它放在 同一個這個 這個資料夾 裡面 就是一樣問題05 裡面的那個 實價登錄 這邊有個 練習檔 你可以下載它 那這個是我從內政部的官方網站上面下載的 不過時間可能比較早一點點啦 但是反正就是一個範例啦 你未來你也可以自己再去那個 內政部的 官方網站有個實價登錄的下載 它是開放資料 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它下載下來 如果你要查詢 就是 每個年度啦 好像從102年開始 101年開始 就有實價登錄 你可以收集起來 然後呢 你只要怎麼樣 想要找的縣市 想要找的地段 你很快呢 可以把你要的資料顯示出來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購物的選擇的話 這是必要的 尤其是如果你是房仲業的話 那這是更必要的 而且最好是怎麼樣 隨時更新 手機上 電腦上 任何地方都可以隨時查 OK 當然 這個就很必要的 而且可以做分析嘛 分析出報表 最近的那個 市場的波動 有沒有 價錢行情 因為它每 兩個月吧 還是幾個月忘記 兩週還兩個月 它官網上有 就是會更新 所以如果更新之後你也可以比較一下 其實老闆最喜歡看這些東西 你不能用 不能用你 你感覺 最近好像有跌 可是跌多少 你不能說好像有跌 好像 但是 一般人要看的 或者老闆客戶要看的是 給我一個精確的數字 還有呢 是不是全部都跌 對 比如說現在還有什麼專業名叫什麼 蛋黃區 還有蛋白區 對不對 還有什麼 蛋殼區嗎 有嗎 如果 那如果住郊區 可能連蛋殼都不是了 叫不是蛋區 那它好像什麼 蛋黃區還是 維持 蛋白區好像有跌 以外的跌更多 而且人口老化 所以 他想說那個以後 沒有人住 那房子那麼多 到底要給誰住呢 這也是一個問題 不過最近好像有個 論點就是說 有個台大教授出來講說 寧可讓建商 什麼 寧可讓建商倒 也不要讓年輕人 買不起房子 好 不過 這論點反正每個人都可以 但是 這樣合理嗎 我想應該 這個 沙頭的生意沒有人做啦 沙頭的生意有人做 但是賠錢的生意沒有人做 意思是說沒有人要做賠錢的生意 那所以 這個當然 回頭 回過頭來 我們 如果要很精確的數字 一定要有人去幫忙做 所謂的大數據分析 其實歸結回來啦 其實未來 我覺得這種人才需求 只會增加 不會減少 所以 剛剛跟同學討論 有 剛剛 他現在在那個 他跟我學蠻久的 然後 他現在在 某一家公司當協理 其實也不錯啦 他說他 曾經被 release 就是被file 三次 要回來學 學了之後又繼續 又 然後剛好 之前跟我學的 本來都派不上用場 他說現在完全 之前跟我學的 像手機程式 App設計 跟現在VBA的大數據分析 幾乎全部都 可以派上用場 所以他每次來上課 就會問我一些App設計的東西 還有這個數據分析的東西 然後跟我 討論一下 發現還蠻不錯的 所以 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又可以回到職場 而且又表現還不錯 而且他interview的時候呢 他那個老闆 還問他說 你認不認識吳老師 因為他跟他老闆的共通話題 就是吳老師 而且 我不知道 因為那個人呢 他也是 在網路上有看我的YouTube頻道 而且又加到我的論壇 而且我對那個人 名字我也有印象 OK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其實我也不認識他 但是 這種算不算認識呢 人跟人之間的 所以這種人際關係 現在可能慢慢變成網際關係了 而且你要讓人家知道你 是前提是因為 他是先看到你的東西 而且看了你很久的東西 所以他對我好像很熟悉 可是我對他可能還挺陌生的 但是我知道他 後來他 他跟我聊到 他跟老闆的共通話題就是我 所以他們因為這樣的關係 可能第一次面試的時候 聊的話題都是吳老師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錄取 不過我想應該 以後都會有加分的因素 馬上可以有個共通話題 所以自然而然會更加熟悉 不過他也很把握他這個機會 他覺得像他所學的 跟他所用的 剛好可以完全銜接 所以 剛好他們公司又是 做工業4.0相關的解決方案 我完全可以契合 所以我上課有時候講的ID 他覺得都 蠻可以 能夠 怎麼講 可以理解 現在的一個情況 所以未來 5到10年間 這些東西都慢慢會發酵 而且你現在可能感受不到 但是之後呢 會越來越 可能有感覺 那當然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學的東西 主要是做大數據分析 你可能現在覺得 哇老師這城市好難好難 可是我已經盡量把城市變得很簡單的 所以真的以前我們寫的還比這還更複雜 非常多 但有些可能我盡量 不是不講啦 可能暫時針對大家的程度去做一些 調整啦 不要說一下子把各位全部都烤倒了 那你們可能就會 對想要 想要跑掉了 所以想要 不想就 所以 待會也許你可以 利用這個 怎麼了 實價登錄也可以試試看 其實像實價登錄這個案例 甚至也可以不用重寫程式 比如說呢 我希望呢 我們快速查出什麼 這裡面的什麼呢 像 地區好了 最重要是他 哪個地區 有沒有 那其實只要關鍵字 但是關鍵字 特別注意 查詢的時候 我們前面是固定裡面 比如說小咪 兩個固定 都是 但是如果你要關鍵字查詢的話 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改 哪個地方修改呢 就是 在那個 條件吧 Criteria 1 等於的後面 我們是給他一個字串 那你特別注意就說 差別只有在 這個地方 其實這個應該都差不多 最大的差別是 Criteria1有沒有 本來是給一個x 但是因為我在x 前面的字跟後面的字 都 不確定 可能我只是知道說我要什麼呢 我要是一個什麼博愛路好了 或者重慶南路 但是重慶南路前面會有台北市 什麼什麼 然後後面還有什麼什麼 你可以用什麼 關鍵字查詢 所謂的關鍵字就是前面 再加一個什麼 等於 這個star指的是不管前面有幾個字 串一個x 中間一定要串and的符號 and的符號 後面 一個信號指的是 不管後面是什麼字 前面是什麼字 反正只要中間有一個我要的x 那就幫我查出來吧 大概差別在這裡 其他都一樣 所以如果你要做關鍵字查詢的話 可以從這個地方做個衍生 那這裡的話我想各位試一下就是 把那個剛剛的幾個 一 除了篩選 業務之外 把它變成篩選產業別 篩選產品 篩選客戶 二就是載到那個雲端上面 下載那個私下登錄這個部分 那修改的部分在這裡啦 所以你可以參考一下 那就 篩選地址 打一個地址的關鍵字 馬上可以查出 你要的那個地段 目前的行情 其實還蠻方便的 做起來其實還蠻有 蠻有成就感的 而且你可以快速分析出一個結果 而且這個結果的話 未來 真的 可以派上用漲 到底是漲還是跌 相關的數據 其實 用數據來說話 是未來 老闆 想要看的 其實未來 大數據分析只是預測 預測什麼 預測未來 某一個決策到底 是不是對的 以前可能需要靠什麼經驗 靠智慧 可能你 智力要20年30年 但未來 其實不能只是靠那些 經驗 還要靠一些大數據 提供給你的相關的訊息 你把它分析出一個結果 再決定說 你要不要決定 哪一個 產品 為優先 OK 就是說利用數據來說話 這是大數據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 有點像什麼 預測未來 大數據可以預測未來 為什麼有一個趨勢 哪一個東西是比較受歡迎的 你不能說我以為 哪個顏色大家最喜歡 你不能說我覺得 那是你覺得 你要用大數據 所以可能大數據來源 要不就是用 以前用問卷 可是現在慢慢的話 可以透過 那個 那個 OIT 就是 這個物聯網 可以做很多的 這個偵測 然後得到一些訊息 或者從網路上 反正各種方式 取得訊息之後 再做一個分析 OK 這裡的話請各位 試一下 把 剛剛的程式做修改 只是修改而已 OK 套用有點像範本來做變化 好